就是在那個程式的地方 F本身是開 開檔的話呢 如果你要最後把他刪掉的話 如果你有打開一定要把他關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把他關掉的話 他就沒辦法刪除 因為你只要被載到記憶體裡面的話 那就沒辦法刪 就像有些病毒 即便是病毒你想要刪 刪不了什麼 因為他現在正在記憶體裡面 除非你要把他關掉 從記憶體關掉 你才有辦法 來把他刪除掉 所以這邊可能要多增加一個F open 有open就有close 所以養成好習慣 有open就有close 當然有的時候啦 如果你只是單單 沒有刪除的話 其實沒有close 沒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 我也很懶得close 因為沒有刪除 OK 所以就沒有close他 那理論上是要close 所以如果以後你遇到有open的話 記得就是要close 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 否則的話 剛剛就有同學遇到就是最後那個縫刪那個檔 沒辦法做刪除 比如說我們這邊 假設我們 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合併完之後刪除 那如果我少加這一個 那最後好像會出現錯誤 執行一下 合併成功 我這邊沒有close 我這邊沒有close 結果 沒有close 這居然可以 再把它分割 我看一下 o.tst 這個應該都有 這個應該都有了 然後我再把它 分割回來 再把它 剛剛是合併嘛 現在把它分 分的話呢 等一下我們再看好了 剛剛 理論上是要close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還是要把它 可是奇怪 剛剛這個close 居然也可以過 等一下再看看 有些時候 它會OK 但有些就不OK 不過理論上是要close掉 再來的話 我們就怎樣 我希望能夠 再把什麼 把這個 這個 目錄裡面的 O 把它切割到這裡面來 目前 全省郵局地址裡面是空的 那我剛剛講過一個規則 就是裡面的話呢 是按照這個切割啦 並且取得它第16第17個字 所以要等於是切割完 存一個檔 切割完存一個檔 檔名 就是這個 副檔名自己加點 TST OK 不過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有一個陷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注意到的話 最後會出錯 哪個地方會出錯 最下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什麼 換行 兩個換行 那也就是我 Sports的話 它會把這邊當一個檔案 那會變成會多一個空白的喔 為什麼 因為裡面沒有啊 切的時候剛好 下面會切到這邊 所以下面沒東西 但是它也會存一個檔 也會存一個檔名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去理會它的話 那會造成什麼 造成多一個檔 那怎麼辦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喔 我這邊的Range 有沒有 其實零 我講過了 零豆點是可以省略的 所以零豆點我把它省掉了 OK喔 那我就加L1N 後面加一個-1 也就是說把最後那一個 多出來的那一段 不要把它存檔 不然會多一個 那一樣喔 我先fw 就open它 open什麼呢 open 第一個喔 我先在全程留意地址下面 開一個三重點 TST 然後把它用w模式 因為就不能用A啦 其實你用A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邊理論 應該用w 因為它不會複寫 它就是一個檔 寫一次 一個檔寫一次 不像剛剛是合併喔 然後呢 然後我就 這個部分是 檔名部分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的話啦 我建議你可以 先 不要 直接就run 一般我習慣會先 先在底下先print 所以你會發現 我還蠻常寫一個print的 為什麼一個print 因為我要確定說 這個路徑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如果正確的話 我在執行下個動作 如果不正確 那我跑一定是會掛掉的 OK喔 所以我先確定一下 print一下 看一下那個路徑對不對 是不是低疊底下的那個 全程郵局地址的三重 中壢 等等的 OK好像沒有問題 不過這邊好像兩條線 那這應該是沒有錯啦 因為將來 好像少這個會出錯 這個如果不加的話 執行看一下 有沒有出錯 這個 特別重要如果你串接 後面一定要兩個 這樣兩個才正確 OK好 然後執行 這樣沒錯 等於是25個檔名跟副檔名 路徑都OK了 再來我再去怎麼樣 把它寫出去 所以寫出去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print這一段東西 放到這邊來 然後後面 就是加一個 Right模式 把它寫出去 這個可以把它註解掉 Ctrl-1就是註解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就分別 再把它寫 寫什麼呢 寫什麼內容呢 寫那個list裡面的切割完的第幾個 等於是 這個 那個什麼呢 O.TST裡面的第1段 有沒有這個list 假設我把它切割嘛 那我剛剛講過了 Sprint完之後 有沒有 上面這一段呢 就是list 1裡面的第0個 下面這個範圍的第1個 再下面就是第2 EaseLay推 有沒有 總長度 那所以這個的話呢 就把它存一個檔 然後檔名的話 就三重 這個的話就中立 EaseLay推 好那我就分別 怎麼樣 一個一個切割了 切割完之後呢 把它寫出去 然後寫 寫完就記得把它close掉 一樣嗎 這邊一樣喔 有open 就有close喔 有沒有 F一個open 一個F close 這個fw open 那就fwclose OK 最後的話呢 再把那個 O.TST把它remot掉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 我們試試看好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程式 程式不多啦 有沒有基本上 就是開檔 這三行呢 就是開那個 ALL.TST切割 然後關閉 再來的話呢 就把它裡面的 一個一個的 把它寫出去 然後一個一個的把它存檔 OK 最後close 再把 這個OS.remot 低疊底下的 這個ALL.TST 這個ALL.TST把它刪掉 那就分割完成了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理論上 這個程式寫完了 如果扣掉這兩行的註解 割三行的註解 理論上大概就十行程式就OK了 我覺得相當精簡 知心看看 看看能不能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知心 分割成功了 OK 看一下結果 OK ALL.TST不見了 沒錯 OK 所以 理論上這個remot沒有問題了 remot了 不見了 OK 那裡面的話呢會不會有25個檔 本來是沒有嘛 現在打開看看 如果打開有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成功了 是不是25個 25個項目 沒錯 然後裡面 打開隨便一個三 三重 三重 沒錯 OK到這裡 然後中立呢 中立也有了 一次類推 鳳三 馬功 馬功好像比較少 馬功這些 所以又恢復正常 那再來 所以喔 你會發現這兩個模組可以切過來 再切過來再執行的話 就會 剛好又顛倒了 所以剛剛 有沒有 裡面空的 然後又把它變成一個ALL 再切過來 又有一個cycle 所以最後寫完之後 就是可以做出 合併 另外一個就是分割 合併分割 OK 特別小心喔 我們剛剛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我沒有close這邊也可以 為什麼同學 這邊沒有出錯 但同學會出錯 他也蠻奇怪的 有時候沒有close會出錯 有些時候又不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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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 哪裡 這個是FW的 這是FW的 對啊 對啊 有沒有 所以喔 有時候沒關 他會OK 但有時候又不關 不OK 所以這一點 錄一下 好像沒有關吧 OK 又不然還有一個方法啦 你乾脆怎麼做呢 就是喔 這些F跟FW 你就不要分了 就是反正呢 都叫F就好了 就不要FW啦 這樣子的話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 這個F 可以開也可以關 OK OK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喔 這樣是OK的喔 只是我為什麼要用兩個 因為我主要讓同學 比較能夠明白說 一個是用來開 一個用來關 把它分開來 這樣你不要看得懂 不然兩個都叫F 同學說 這個F為什麼又開又關又 看不懂 OK 如果你假如 假如 你不相的麻煩 Close那麼多個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全部都叫F 他就可以拿來開也可以拿來 可以拿來那個 拿來讀檔也可以拿來寫檔 最後只要一個 OK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如果 通通把它改成F的話 有沒有 有沒有那你就是F一個Close就好了 所以Close你不能 還有注意喔 你不能說你這邊Close掉 那在底下就用不到 就出錯了 所以這邊就不用了 好那這樣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不確定了 OK 我們來Run一下 這個 所以現在是已經合併了 所以把它分割看看 分割完之後看看 有沒有成功 不見了 25個沒錯 這邊的話再把它執行 再把它刪除掉 不見了 然後變一個O OK了 好那我待會 也會把最後完成的程式 放到這邊來 一模一樣好了 所以如果你怕 其實我是建議 以後你的程式 反正只要跟我一模一樣 該有沒有跑不出來的道理 然後我是覺得你先跑 成功之後 再去做一些什麼樣的其他修改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永遠都改不完 程式永遠改不完 只要有一個小小的地方不一樣 那就會 完全的不一樣 把它貼一下 OK 所以這一段 我就是 分割的部分 那至於那個合併部分 我待會也許 再把它再貼一下 完整的版本 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題已經難度很高了 所以如果你回去 盡量多找一些 相似的 這個 案例 然後可以多多練習 反正你就把這個當範本吧 以後的話 如果你有那種 檔案的 合併跟 分割的需求 拿這個來 做練習就好 試試看 然後